大家好 这是光华思想力系列公开课 我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彭斯青 我想大家来参加这次讲座 都是关心中国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人士 光华在疫情期间 会为大家提供一系列的公开讲座和课程 那在光华的网站上 公传号上会有相关的信息 请大家可以扫描我们页面下面的二维码 获得相关的资讯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疫情冲击下的社会情绪与消费者信心 那在新冠状病毒爆发以来 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担忧 甚至会有一些恐慌 那我们先从这个问题讲起 然后呢 看一看这样的一种 疫情爆发 对于人们的社会情绪 对于我们的消费心理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当然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我们先要看一看没有疫情的时候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消费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消费行为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有了这个疫情的爆发 社会情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这种疫情对于我们的消费的行为 对于我们的消费信心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为了稳定总共经济的发展 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稳定消费的信心 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 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人群 受到更大的一个打击 遇到更大的困难 那他们的情绪和信心 又是怎么样的 我们应该采取一些 什么样的措施来扶持 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内容 我们先从消费者情绪来说起 由于这种疫情的爆发 大家有很多的忧虑 甚至会有一些恐慌 那我们的忧虑既有这个禁忧 又有一些远虑 禁忧就是说 不要被病毒感染 一定要远离病毒 一定要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 但是呢 这个病毒好像是防不胜防 远虑就是我们的正常生活 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那大家会采取一些对策 来应对这种情绪上的波动 但是呢 我们在应对这种远虑的这些对策 和应对这种禁忧的对策之间 似乎有一些矛盾 因为我们的禁忧是要降低风险 是吧 要避免风险的感染 所以我们呢 就要扫出门 要扫去消费场所 现在很多的服务消费 都已经暂停了 但是呢 这样一种应对措施 可能会强化这种远虑 就是总个社会的消费的减少 难免会影响经济发展 可能会造成一些企业的关门 可能会带来一些人的失业 这样的话呢 会影响不少老百姓的收入 就业与正常生活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来应对 这种社会情绪的变化 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信心 怎么样来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 这是我们这次讲座的一个重点 我们先回到基本面 就是要来看这种情绪和信心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 没有爆发疫情的时候 中国消费的信心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的调查数据 这些数据都是一种系列的调查 持续的调查 他们表明在疫情爆发之前 中国消费者信心 是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 我这里列出了两个最近的 也就是反映最近情况的数据 一个是首都经贸大学 一些学者 他们所主持的一个对于 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一些相关调查 是两岸四地的一个消费的信心的 这个持续多年的调查 他们的数据表明在2019年 我们中国内地消费的信心指数 连续四个季度都保持在一个乐观的区间 我们第四季度 是有这个消费的信心指数是103.1 同比上升了3.7 这个所谓的消费的信心指数呢 是我们消费的对于经济形势各个方面 进行综合判断以后的一种主观评价和心理预期 是反映我们的总体的信心 那首都经贸大学的这个指数呢 它是从六个方面来衡量的来测量的 包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就业的信心 物价的信心 生活的信心 购房的信心和投资的信心 当然就是在做消费的信心测量的时候 然后不同的机构可能采用的指标不太一样 用的样本量也不太一样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那个知名度的 也比较连续测量消费的信心的 是尼尔森一家跨国公司 专门做市场调研消费的研究的 他们的结果表明 2019年度第三季度 中国消费的趋势指数是为114 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都是115 所以一直在保持一个高位的运行 他们的消费趋势指数的 原来是也叫消费的信心指数 后来改了个名字叫消费趋势指数 它是衡量消费的对于三个方面的一个评价 就是就业的预期 消费的意愿 以及个人经济的状况 同时尼尔森呢 还有一些对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 和心态的其他的调查 在19年4月的时候 尼尔森也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 他们看到在全球经济放放 市场波动的环境下 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是很强的 就中国消费者对于自己的财务状况 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乐观情绪 有81%的消费者认为 自己的经济状况和五年间相比是更好了 那么这样一个乐观的比例 跟全球平均的水平来比是高很多 因为我们是81%的人 有这样一种乐观态度 全球呢 只有58%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乐观 就是不同的途径 不同的机构测量的 中国消费的信心 都是一个比较高 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中国经济CEN近两年有所放放 但是总共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 个人经济的状况呢 也在这个过去五年中间 有很好的提升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从2014年到2018年 个人平均工资涨了29% 个人可支配收入涨了32% 而且呢 预计在2022年的时候 个人平均薪资会上涨33% 个人可支配收入也会上涨24% 那这是我们在疫情爆发之前 消费者的信心 消费者收入状况都是很不错的 当然我们要去理解这个消费者信心 和消费者相关的一些情绪 首先去了解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这样我们就会才能够去理解 当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 像这次疫情爆发的时候 消费者信心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们要去看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 我们先来介绍两个不同的视角 一种视角就觉得消费者的行为 消费者的心理是一个个人的事 是吧 就关注 就是我要去买东西 我是不是想买东西 我要买什么样的东西 都是我个人在做决策 所以呢 他是把消费者看作是个体的决策者 是为了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来做决策 另外一个视角是把消费者看作一个社会行动者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处在一个社会关系中间 一个社会互动中间 为了应对这种社会关系中的问题 而去做一些消费 那这两个视角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面会继续来说明 在这样的一个回顾的基础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新的消费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这种消费升级 中国消费者处在一个移动互联网的 这样一个时代 一个消费升级的时代 我们的消费行为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先回到刚才讲的个体决策者的视角 就来按照这样的一种视角 人们的消费决策是一个自我导向 也就是说消费的驱动力 是要解决个人的问题 这里面包括生成的问题 我们基本的要吃要喝这些问题 也包括一个生活发展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有更美好的生活 要有更高的需求 而这些个人问题的来源 除了基本的生成以外 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要维护一个 什么样的自我形象 维持一个什么样的自我概念 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种观点 这种视角 觉得我们的消费 就是我个性的表达 就是要维护我们的自我形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视角里面 自我概念与生活方式 是消费行为的核心 人们的消费行为 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一系列问题 当然它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 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也会受到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价值观的影响 然后它实际消费行为 又会去影响社会 影响内心 所以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理解消费的行为的时候 在这门课程中间 这个知识体系中间 最常用的一个框架 但这个框架有它的局限性 因为在实际的生活中间 人们的消费行为 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我一个独立的个人在行动 就是我们很多的人 其实都是受到社会关系 受到别人的行为的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是一种社会行动者 那我们消费的驱动力 不是解决个人一个独立的孤立的问题 我们是要解决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间 在社会互动中间 在社会关系中间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 所谓的自我概念和个性表达 我们可能会是因为跟别人的比较 因为要在别人面前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因为要应对一些社会关系 我们会去采取某种社会行为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视角 我们去洞察消费者的时候 是要洞察一个完整的人 也就是不只是看一个消费决策的人 而是一个完整的 在一个受到他人影响的 生活世界中的一个完整的人 是一个生活中的人 是一个社会中的人 是一个文化中的人 而且会受到一个全球化的影响 所以洞察消费者的生活世界 其实是我们洞察消费者行为的 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另外来看 就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下 消费者对于关系 是有更多的一个考虑 也就是说我们对个人的这种因素 和对这种关系 对家庭对社会的关注来比的话 有可能这种社会的因素更重 这一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心理研究中心 他们在19年做了一个叫 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研究报告中间 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他们发现 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 人们往往从三个维度来讨论 来衡量 一个是个人物质层面的 一个是家庭和人际关系 一个是国家与社会环境 也就是说 人们觉得我要有一个美好生活 不只是我个人吃的好喝的好 好吃好喝 而且要有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 良好的人际关系 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希望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形象 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状态 而且他们发现 却衡量人们对于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感 这些很重要的 跟美好生活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人们对于这种 社会方面的 关系方面的考虑率 可能比对个人还重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表格里面 获得感 跟那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就是个人物质层面的 相关系数只有0.54 但是家庭和人际关系 国家和社会环境的 相关系数是0.68 0.76 就是更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人们的小我重要 但是大我更重要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就是社会的因素 对人们的消费行为的影响 是更大的 另外一个我们要考虑 现在的当今的中国人的 消费行为 消费心理 我们要考虑到 总的现在社会生活的一个变化 在不同的年代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 人们的消费方式是不一样的 消费形态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区分三个不同的时代 我们可以用一个水流来做比喻 一种是浸流状态 就像一个池塘里面 这个水基本上是很静止的一个状态 那也可以说是一个 在一个树林中间 大家在那儿闲庭散步 这种状态是一个自我导向的状态 所以它对应的是一个 原来这种文字的时代 我们没法看电视 就没有电视 也没有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 没有手机 大家主要是看书 所以那个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那种社会关系 是一种小的连接 我们是一个小范围 跟少数几个人的连接 而且是一个慢的连接 我们要给远方的朋友写信 可能是要一个星期 甚至十几天 才能有一个来回 那在这样一个 小的连接的时代 慢的连接的时代 个人的因素 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人们的人格 价值观 自我概念 个人生活方式偏好 会直接影响 他们的消费行为 但是当大众传媒兴起 我们可以去看电视 在电视中间 可以去了解 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有一个大的连接 尤其是一个更快的连接 你每天都会看到新闻 不同频道 在播放各种各样的节目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更多的 受到他人的影响 人们就会处在一种 沉流状态一样 这种沉流状态 就是会比那种 浸流状态 肯定流速要快一点 是吧 这个是一个活水一样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受到大众传媒 社会分层 别人的行为 跟别人的社会比较 然后那些中心的群体 中心的城市 他们的那种主流价值观 来影响我们的消费行为 所以就会由原来的 浸流状态下的自我导向 开始进入这种 沉流状态下的 一个他人导向 这就像我们到了超市里面 就购物了 是吧 可以受很多很多的影响 不像在树林里面 散布的那种状态 但是到了现在 我们这种移动互联网 社交媒体非常的发达 人们天天都在看手机 然后在朋友圈里面去分享 刷别人 看别人的内容 刷朋友圈 随时互动 所以我们进到一种 高频社交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候 我们的生活世界 就像处于一种 坦流的状态 就像处在一个激流中间 这个流体是很不规则的 各个部分之间都 掺杂在一起 那一个置点 它的轨迹是杂乱无章的 这个流场很不稳定 就一个人就像在 过山车一样的 颠沛流离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种超连接的 实时连接的 这样一种社交媒体时代 或者说微信联时代 或者叫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们会受到 这种社交媒体 大家这种自媒体 会看朋友圈 会受到网红的影响 会受到大众点评的影响 所以这三种不同状态下 人们的消费生活 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呢 是已经进入到这种 全面连接的时代 各种新技术 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新时代 是吧 我们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新词 互联网加智能加 加互联网加智能 是吧 或者云时代 或者数字化时代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人类的连接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就这种我们讲的 社会互动 社会连接 就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借助这种移动互联网 通过这个数字化和智能化 我们开始了一种超连接 或者全连接 大家看到 我们这里列出了一系列的书 都是在讨论 这个关于新的连接 是吧 那这些书名 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家可以在网上 找到相关的介绍 感兴趣的 可以去看看这些书 是吧 一点的读物 也有非常严肃的 这个学术的这个著作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超连接的时代 这种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 我们的购物行为 跟我们的社会交往行为 社交媒体行为 其实就交织在一起 所以像这张图所表明的 就我们的购物已经社交化了 也就是我们的购物 都是在跟别人的互动中间进行的 谁时谁地都在互动 所以基于上面的这种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消费的行为 现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超连接 而且在这种消费升级的时代下 这个超连接 会使得人们的购买力 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另外一面 就在这种人与人之间 不断的连接中间 我们需要看到的另外一面 其实我们的整合度是相对低的 因为你有了太多的连接 但是这些连接 其实可能不是很强的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整合 就是一个社会整合 一个关系整合 一个自我整合 所谓社会整合 就是社会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群体之间 是不是有非常好的共识 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协同 有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社会的转型 由于这种经济发展中间 出现一定程度的阶层的分化 由于我们的观念的变革 文化的碰撞 其实我们不同的群体之间 在价值观念 在行为方式 在消费行为方面 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 即使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关系之间 社会关系之间 整合度也可能比原来要低了 原来的关系少一点 就实际影响我们生活的 社会关系少一点 但是是比较强的关系 这种强关系 对我们行为的制约力 是比较强的 弱关系呢 相对比较少一点 现在呢 强关系的制约力 其实在降低 因为这是跟社会流动 跟社会变化 跟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革有关 这种弱关系对我们的影响增加了 我们可能每天都在看朋友圈 那朋友圈里有一些人 其实你是不认识的 你在实际的生活中间 可能不跟他打交道的 但是他们每天在你的朋友圈里 跳出来 他们的一些言行 他们发出来的一些信息 可能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这种关系呢 声音影响力在增加 但这种关系 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不知道哪一天 可能这个突然一个 你原来朋友圈的人就消失了 甚至他可能就把你屏蔽了 帮你拉黑了 你都不知道 那除了这种关系整合度低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自和 自我的整合度也比较低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按照心理学的一般的理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 对自己的一个自我概念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一个自我形象 有对自己的一些评价 在原来的那种连接比较少的年代 连接比较慢的年代 社会变化比较慢的年代 流动性比较低的年代 人们的自我呢 是整合的比较好的 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 而这个自我呢 是比较稳定的 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安分守己 我就是守这个本分 但是在这种快速变化的年代里面 我们的自我定位可能变得比较模糊 我们可能会对于自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想象 然后呢 可能在想不断的去改变自己 所以我们的观念呢 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 甚至会出现 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自我在这 但是出现空性化 没有一个核心的 稳定的 很强大的一个自我在那 去来把握自己 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超连接的同时 整合的程度可能在降低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变化很快 因为我们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 是一个随时在连接的一个年代 所以各种事情 好像都在快速的变迁 社会的也在倡导更多的这种 所谓的破坏性的创新 颠覆性的创新 所以就可能把原来的很多东西 都会去打乱 另外我们财富拥有的状况 也会在很大的波动 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有一些 去做投资理财 可能去买基金 买股票 买一些理财产品 那你的财富呢 并不是你买了 你做投资了 财富就自然增长了 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波动 有时候可能会亏 财富的预期也会在波动 比如说对于汇率 对于股票市场 对于总个经济走势 大家都会有那种不确定性的一些预期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加上外部环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是进入的一个风险社会 当这种超连接 低整和多变换 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自主程度 就可能降低 我们的稳定性就可能会降低 波动性会增加 我们的消费行为 我们的消费心理 我们的消费情绪 会跟原来的状况比 更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会受到这种社会互动的影响 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这里本来有很强的社会性的 这样的一种消费心理和消费情绪 就可能会因为社会情绪的爆发 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把 就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在这种超连接时代 人们的消费心态 消费者的生活世界的一些特点 做一些说明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这疫情爆发以后的社会情绪和消费心理 那我们再来看当疫情爆发以后 这个事情本身会引发强烈的社会情绪 就这种天灾一旦发生 自然灾害一旦发生 就像发生地震 发生这种洪灾 包括这种传染病 会使得人们会有很多的担忧 恐慌 恐惧 悲伤 愤怒 会有一种无助感 大家看这张图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他们的课题组来做的一个调研 他们已经做了两轮调查 第一次是在2020年的1月24号 到1月25号 就是大年30到初一 第二次是从大年初一 1月25号到1月29号 他们来看看这些受调查的人 他们的社会情绪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来 当这个疫情发生以后 担忧和恐慌的情绪 是非常的凸显的 当然呢 就是到第二轮的时候 恐慌的情绪已经明显的降低 由4.2边到了2.8 但是担忧的情绪只有很小的下降 还是维持在4以上的一个水平 所以就一旦发生这种突发的疫情 发生这样一种灾害 人们的情绪会有一种应急的反应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同时呢 由于我们这种超连接的状态 跟以前那种小连接 或者一般的慢连接比的话 那超连接的状态下 这种社会互动会更加的频繁 更加的强烈 所以会使得我们的社会情绪的火上加油 因为我们会受到他人情绪的一种感染 让我们处在一个情绪的一个氛围中间 就像我们原来这一个小地方 现在突然在一个大的一个 就是风口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突发状态下 还会形成在这种 即使是微信群里面 也会形成一些紧急规范 好像你不这样去表现这样的情绪 你没有这样的情绪 你就不合群 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压力 你也得去有这样的情绪 所以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社会情绪本身的这种 共振的这个程度 波动的这个幅度都会加大 给我们的日常生活 给总个社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知道 如果要有效地应对疫情 要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正常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有比较稳定的情绪 我们需要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 来应对这个疫情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需要去找一些途径 来稳定我们个人的情绪 也需要找到一些办法 来稳定社会情绪 那怎么样才能稳定情绪呢 从个人情绪来说 我们的情绪的控制 当然是看自个人的自律 个人的这种心理的能量 个人的习惯 从基本动机来讲的话 影响我们情绪的 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是我们的控制感 就是我们对于自己 对于与自己相关的事情 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掌控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在正常生活 日常生活中间 我们的控制感往往是不错的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可控的 这个世界是可以预知的 是可以理解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当疫情爆发 而且是这样的一种 病毒性的这种传染病 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 也不知道怎么去控制 而且出现这种人传人以后 很多人是一下这种控制感 就会显著降低 那我们要找一些办法 去恢复这种控制感 我们可能会说 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有没有一种什么特别的方法 但是现在呢 大家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特效药 也没有看到 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 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不出门 但是不出门呢 可能对我们另外的一些 正常的社会生活 就是我们要去跟别人交往 尤其在春节期间 我们要跟别人去走亲黄友 要去聚会 要有很多活动 这些东西都被迫停止了 或者尽可能的缩小范围 这个时候我们的关联感 可能会受到影响 我们这种自己说 自己做主 自由自在 这样的一种状态 能够支撑我们 增容感的一些因素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当这次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的个人的控制感 关联感和增容感 都受到影响 但是是不是说 这三种东西 就没法去达到一个 好一点状态呢 其实我们还是 有一些措施 就是大的方面 我们控制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在一些 小的方面去进行控制 就是我们可以 及时去观察自己的情绪 去获得更真实的信息 更全面的信息 然后去看一些 历史上的一些 相关的事件 一些故事 看人类去战胜这种灾难 战胜疾病 包括这种传染病的 这样的一些经历 那我们会比较好的 获得这种信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科学家专家都在说 这次疫情 是在什么上面的时间内 一定是可以过去的 在一个阶段 是可以过去的 我们也可以 跟他人之间 通过一些正常的方式 有一种虚拟空间的联系 我们可以打电话 可以去发微信 可以表达这种关爱 可以来相互的沟通 我们的真容感 也可以通过大家 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来得到提升 从社会情绪来说 当这种 大的疫情来临的时候 社会情绪可能会出现 很大的波动 是吧 那我们需要去稳定 这个社会情绪 因为这样的话 大家才能更好的 去协作 更好的去万众一心 来对抗这个疫情 那要实现这种 社会情绪的稳定 我们是需要有 公开透明的信息 又要需要有 对于这个 政府相关部门 对于我们衣服人员 对于专家的信任 需要对于 总共经济发展 和对于 社会各个方面 对于他人的信心 需要大家之间 良心互动 所以在这里面 怎么样 从信息的提供 信息的分享 信息的这种澄清 从信任的建立和强化 从信心的巩固 这一方面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 稳定这种社会情绪的 我们可以总个来看 其实呢 在这种疫情爆发以后 大家对于疫情的关注 在那个提升 这次也是社科医院 社会学所 他们的一个调研 就大家关注的程度 在提升 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这种 被这个病毒传染 感染这种可能性 判断 在第二次调查时候 是已经在有所下降了 当然 大家的紧确性 还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如果通过 这样的一些调研 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相关的调研数据 我们可以比较好的 去了解这种社会情绪 大家不要说 就是被一时一地的 或者一个威信权利的情绪 受到很大的影响 要去看看总个社会的状况 而且要去看看 在以前遇到同样的 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总个社会是什么样的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呢 回到一个基本面 那我们接下来 要看一看 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对于我们的消费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这个影响 一个是对于消费行为本身 对于消费市场的冲击 疫情爆发的初期 到现在这种持续阶段 肯定会造成 比较明显的消费的抑制 这个在德勤 所发布的一个 2020年由于疫情冲击 中国经济和行业展望 这个报告中间 他们明确地指出 对于经济增长 贡献最大的消费行业 这是我们近两年 对经济贡献中间 所谓的三架马车 消费是成为 这个贡献最大的 但是呢 恰恰是这样一个动力 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 我们的餐饮 很多都停业了 零售企业关门了 旅游基本上停止了 很多交通呢 也可能是停止了 有一些 比如说可能高铁还在跑 但是上面坐的人 已经很少了 那这些行业 在今年上半年 都会面临这种 业务的萎缩 而且由于固定成本 占比比较高 带来这种现金流的压力 而且有一些消费 它是季节性的 比如说这种 平时所说的春节的这种经济 假日的经济 很难在疫情结束以后 去弥补 我们不会说 春节期间 应该有的这种聚会 说春节过成两个月了 我们再去聚一次 但是也有好的一面 就有一些是 线上业务占比比较高的 消费品行业 他们在消费环境正常化之后 可以会快速的恢复 然后一些像新零售技术 然后全渠道的这种销售 这一块它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而且会遇到更好的发展机遇 疫情对于消费的影响的另外一个方面 就对于消费信心的影响 那我们前面也讲到 消费信心其实包括 一是对于我们的现状是不是满意 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未来的预期 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 那这两个方面 当疫情爆发以后 都可能受到冲击 由于疫情的爆发 由于消费的抑制 由于供应的受限 也包括某些物资局部的涨价 所以会使人们对于现状的满意度会降低 另外一个对于未来 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 一些人可能会有比较悲观的预期 在这样一种悲观预期下 又很多人还看不到这种 明显的这种转折点的时候 人们就会有意无意的去高估这种负面影响 而且情绪之间可能会相互的去感染 所以疫情爆发的初期 疫情爆发这样一个持续阶段的时候 对消费信心肯定会有一些打击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要考虑 面对疫情的冲击 我们怎么样才能稳定消费的信心 那么当然我们首先要去了解 消费的信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然后我们把这些因素去控制 去影响 就可以影响这个消费的信心 要讨论消费的信心的影响因素 我们这里要区分常规时期 和现在这种危机时期 在常规阶段 人们是比较理性的 总个社会经济生活都比较正常 人们总体来说 当然会有情绪的影响 但是总体上是比较理性 比较冷静的去思考问题 往往会基于事实 基于数据来判断 所以大家如果去观察 无论是尼亚森的指标 还是首都经贸大学 提出这些六个方面的指标 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一些指标 有很多的机构都在做这样的一个 消费的信心的调查 我们这里呢 只举这两个机构的这个 他们的指标 这些指标 大家可以看到 在常规时期 基本上都有一个相对的稳定 因为个人经济状况 就我的收入 我的各种相关的收益 其实在一段时间里面 是比较稳定的 就业预期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消费意愿也是比较明确的 然后如果从另外的六个维度来看 人们对于经济发展 就业 物价 生活 购房 投资信心 这一定时间都比较稳定 这些方面能够保证了 人们的信心就比较确定了 但是在危期时期 个人往往很难那么理性 往往呢 可能不那么去关注 基本的事实和数据 而会被个别突发的事件 个别现象 去左右我们的这种判断 所以在危机到来的时候 在这种疫情冲击之下 人们会有明显的情绪 情绪波动 社会情绪之间相互传染 相互影响 理性的作用可能下降 情绪的作用会增强 所以这样的话 消费的信心也可能受到 比较多的冲击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差异 所以我们常规时期 去稳信心 和在特殊时期 危期阶段 去稳信心的措施 会有一些不同 在常规时期 我们的就是从收入 就业 预期三个方面去努力 稳定老百姓的收入 保证就业市场的稳定 保证充足的就业 然后稳定人们的预期 那这样的话呢 消费的信心 就基本上是可以确保了 就深夜我们中国 近年的这个消费增长 有所下降 有所旷放 就是总个经济 可能遇到这种 转型的问题 需要这种动然的切换 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人们对总个 大的趋势 还是很乐观的 个人的收入再增加 这个前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已经做了说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信心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这个突发事件 的危机时期 我们说情绪的影响很大 社会情绪的相互的影响 很强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要去 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而且由于这种 在疫情发生以后 在供给物价方面 出现了一些波动 我们前面已经有说明 所以这个时候 除了常规的那几个措施以外 我们还要特别去关注 供给的稳定 物价的稳定 尤其是情绪的稳定 那情绪呢 我们前面讲到 要有一个好的情绪 那我们呢 要有社会情绪的稳定 我们一定是有 信息的公开透明 及时的传达 然后呢 要强化大家 对各个相关机构 对整个社会的信任 要很好地去管理 这种社会互动 除了这三个方面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要对于特殊困难群体的稳定 因为在疫情冲击下 会有一些特别脆弱的群体 他们的情绪 他们的生存状态 可能会成为这个社会中间 特别凸显的一部分 不仅影响他们自己的信心和情绪 也会去影响到 其他群体的情绪 因为我们群体之间 都是相互影响的 这个社会互动很强 是吧 就是我们可能会 突然看到 自己可能这个状态不错 自己很安全 但是突然看到 有某个群体 某些状态的人群 遇到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会感动深受 会着急 甚至也会愤怒恐慌 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从总个社会来说 要去把这些短板 把这些特别脆弱的群体 要给他们特别多的关注 这样才能维护 总个社会的 一个良好的情绪 来增强总个社会 战胜疫情的信心 在这里面 我们特别关注 由于疫情冲击 出现了一些临时困难群体 这种困难可能是临时的 但是呢 在疫情这个面前 他们可能是特别脆弱的 是一种新的弱势群体 这所谓的社会弱势群体 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间 比较脆弱 容易受到攻击 容易受到伤害 难以像正常人那样 去化解社会问题 所造成的压力 所以这样一些人 他们就是在 这个疫情的时候 特别需要理解 需要同情 需要友情的对待 需要得到即时的扶持 那这些群体呢 我们根据实际的观察 我们觉得有六类群体 特别的突出 第一个就是感染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些人群 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个在湖北武汉 尤其突出 那这些呢 不仅自己要承受这个疾病带来的身体的折磨 和这种心理的恐慌 还可能要面对社会的排斥 和社会的一定的社会歧视 所以这是特别需要关心的 另外一群人 就是来自这种疫区的人 是吧 大的疫区就是 比如湖北 尤其是武汉 就是他们是 非常需要同情和支持的 但是也可能有些人对他们 有一些偏见 但是呢 除了这些大疫区以外 我们还会有一些所谓的小疫区 就是可能说 在某个居民小区 在北京某个小区 在上海某个小区 大家发现了一些病例 可能只有一两例 只有某一家人 但是呢 人们一下觉得这个小区 都是个危险小区 这个单位都是一个麻烦的单位 是吧 所以这一区这些人 就被踢上一个危险人群的标签 给他们呢 带来很大憧憬 还有是 有一些人 在这种社会防控的这个措施中间 可能他们的一些震荡权益受到限制 比如为了防控 一些地方的采取区域管制的措施 但是他们在执行中间 可能就简化为 就是要把城市封锁 封路 封小区 那么一些家在外地的 春节以后回工作地的人 他们到了小区门口 进不了门了 或者说到了城市的 分界线 进不了城了 那这些人成为一些边缘人一样 第四类群体就是没有口罩这个群体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小的事 以前不会说有口罩没口罩 有这么大区分 但是在这种特殊时期 没有口罩 你可能就没法出门了 因为不仅是别人可能担心你 你自己也害怕 还有就是说 有些地方的公共交通工具 已经拒绝那些不带口罩人打承 他就已经没法出门了 是吧 但是呢 由于现在物资的紧缺 由于一些管控措施 很多人已经没法买到口罩了 这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一群人 第五个群体 就是一些中小企业的 尤其是在服务行业的一些经营者 由于疫情的爆发 使他们企业经营惨淡 就餐饮啊 旅游啊 酒店啊 娱乐啊 很多服务类企业 大面积的停业了 中小企业 一些大企业还好 但是一些中小企业 可能就会因为资金链的这种断裂 可能就倒闭了 那些经营者 就是非常的担忧 还有一个群体与这个相关的 就是如果中小企业出现了倒闭 那对于那些 在这些企业里面就业的打工者来说 就会出现失业 他们的收入来源就会被中断 生活困难就会在所难免 他们就会成为一个贫困人口 那这些人群 都是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注的 那在总个社会 去同情理解 关注这些人群中间 我们有一个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要稳定这个经营者的信心 因为如果经营者的信心不稳定 不能很好地稳就业 那总个社会的就业情况 如果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 那可能这种预期也会被破坏 然后这种相互的情绪感染 可能就会放大 那对于不只是这个人群本身的信心 受到冲击 总个社会的信心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是说要特别强调 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关注 尤其是对这个经营者的这种关注 要采取处理问题他们的信心 当然对于这种患者 患者家属和疫区的人 都要有非常多的这种关注 那么我们相信 只要有得力的措施 谁的这个病情的防控 谁的这种总个情况的这种控制 那这些所谓的新弱势群体 他们的状况是一个临时的 然后就可能走出困境 成为这个社会中间非常重要的有生力量 最后呢 我想借助在元宵的时候 在北大的北京大学的公众号上 出来的这些图片 登载出来的这些图片 他是呼吁大家要保持冷静 要大家万众一心 要携起手来 一起为受灾的群众祈福 为我们国家祈福 为白衣战士祈福 同时我们要一起来坚持 坚守坚定 来最终战胜这种疫情 获得胜利 守得云开 见月明 好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 也就是在疫情冲击下 我们怎么样 有很好的去理解社会情绪和消费信心 怎么样去稳定社会情绪 增强消费信心 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个人 自己在这里不仅要有身体的免疫力 也要有这种情绪上的免疫力 有心理上的免疫力 增强免疫力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应对这种疫情 和由这个疫情所引发的各种困难 然后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一个未来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学院的公众号 在这上面会得到这个讲座和下一步的一些课程的信息 大家扫描一下 就会及时得到这些信息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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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